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暈 我今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記事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課本四十三頁 我們講到這裡 敬身莫呵身 意莫橫量身 隨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 我們到四十三頁倒數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這裡 他說生眾這麼多 先看這一段好了 當然龍舌混雜 有聖身也有凡神 叫做龍舌混雜凡聖交叉 那這個是文書菩薩講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人凡聖同心 凡聖交叉 參雜 凡聖同心 這都是文書菩薩講的 他說 有持戒親近的 也有毀戒不盡的 在家弟子們 由我戒到不親近不如法 這是出家裡的聲勢 只有生且依照一定的規矩去辦理 切勿隨便喝回生且全體 或喝回藝人或少數人 好 散到這裡 那麼這種情況 因為在這個時代 我們很容易會有這種過世 我也做過在家座 我十八歲開始學佛 到我二十八歲出家 做了整整十幾年 十一年 十二年的 大概十五年 十年 十一年的在家座 那麼 我也到過 各個道府 見過很多出家裡 當然以前的出家裡沒那麼多 那是三十幾年前的社裡 那現在的佛教更為恆勃 出家裡更多 那麼素質真的就是容許我們凡事交叉 那麼以前的這個新聞媒體還沒那麼發達 現在網路的新聞 那麼時不時也不用太久了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就會爆發佛教會就會有所謂的醜聞 一件一件非常地多 以前都是耳傳 現在不是 現在是眼見 非常地多 那佛教徒會很增長 那當然我們是佛教的 那看到佛教新聞出現 出家人怎麼樣 生團怎麼樣 那麼 會有那一種好像 那個複雜的裡面講 五百毛刺心 那種很難過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辦 就好像自己的家人 被公審壓 但是又 你又無法辯骨 那旁邊的人就說 你看你們佛教 如果先生學佛 太太不學佛 太太學佛 先生沒有學佛的時候 你看你護持著佛教 那麼就會把整個佛教 一般我們講 就是一竿子打開一船的 但是你又白口莫辯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麼辦 常常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我們差不多半年 沒有半年 就會有一間 就會有一間 開始又怎麼樣 開始又怎麼樣 而且有時候又很難看 那麼這種情形在現在 還是在未來 會越來越多 第一個 我們怎麼面對這樣的一個佛教現況 那麼我們首先 就是要這裡講的一種 第一個 我們第一要先知道 本來修行就 第一個 不是所有要修行的人 他的發心都是對的 都是好的 不是所有的修行人都是好的 第二個 不是所有想要修行的人 都能夠修得好 就是他能夠 他能夠很 就是他能夠完成 他想要修行的這種 就像我們 我們想要降伏完如煩惱 有什麼煩惱一起來 今天起來 我們也是沒辦法降伏 進少退功 而且 第一個 我們的現狀就是 我們進步得少 退步得多 就是這個常常會這樣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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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 進來很難 但是退了很快 就是 進步很慢 但是退步很快 這又是一種 難得而異之 很難才得到一點點 努力努力 因為修了很久才得到一點點 一下子就全部破功了 難得而異之 禪力也是這樣 修了很久 若一路到中 其實好不容易 稍微心清淨 一下子進階 接二恩三就來 一下子修幾個月的工夫 又破口 成績又起來 這種事很常見 因為什麼 我們的修行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們本身就聚足煩惱 第二個 我們有外道總性 我們有煩惱總性 這本來就不容易 別說你 別說你不休息 就是你想休息 也沒那麼容易 這個不是在做電廳 我要到請 我按一下 等一下就到了 也不是 也不是坐上去 他自己到 這個也不是爬樓梯 很難不容易 這個就像爬山一樣 不小心 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本身脆土 又要戰戰兢兢如雨 勃變 本來就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在修行的途中 半徒而會 很多人公虧一愧 很多人甚至 進不了修行這條路 這本來就是 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一個假界修行的 第二個真要修行 修不了行的 這個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現象來看 第一個 不是所有的修行人 都是真的修行人 也不是所有真要修行的人 都能夠成功 本來就這樣 看我們自己修就好了 我們也不是 也不是我們想得到 我們就 我們說得到 我們就做得到 沒有那麼容易 孔子的弟子也不都是 每個都是怎麼樣 修有三達德 自人有 修有四為八德 也都不是 也不是 那麼佛陀的弟子也一樣 那麼佛陀在世的時候 他的弟子也不每個人都得起功 何況佛陀滅後 那本來這個不是哪一個團體的問題 這個是所謂四間五卓肉師的問題 不要說佛教 基督教一樣很多 哪一個牧師怎樣怎樣 天主教呢 神父就更多了 更多這個問題 警察呢 有 司法界呢 演藝界呢 現在演藝界也是一樣 演藝界 司法界 教育界 我告訴你 不管你只要在三界 什麼界都一樣 宗教界 也一樣 那這個是什麼問題 這個不是佛陀上帝的問題 這個就是凡夫煩惱的問題 佛佐就跟你講嘛 這個本來就五卓二次 傑佐 見佐 煩惱佐 眾生佐 命佐 本來就不容易 那我們修行的人要這樣 要怎麼樣 比如說你是個老師 教育界 可是教育界也有很多手聞 你是警察 本來應該要 本來應該要 除惡 福間的 可是你現在就變成 你本身就是強盜 那怎麼辦 那你也不能會因為這樣 唾棄 為什麼 你只能我自己做好 而且做為表算 你不能說我唾棄整個警察 警察又好 對不對 一定任何一個團體都有好不好 除非 除非大家都正盛道 除非像極樂世界這樣 才有那個沒有不好的 不然還沒 還沒到達一個水準以前 進來的人 容捨而混雜 凡勝交叉 本來就這樣 那有一些很離譜的 佛陀時代就有 佛陀時代那個時候離譜的 叫做六群比丘 後來六群比丘也不離譜了 還有比六群比丘更離譜的 那時代也是很離譜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面臨面臨這樣的環境 那個已經不是龍蛇 很多都是丘陵 更小 更沒力量的 很多是這樣子的 我們應該 第一個 我們自己願意 自己肯定 然後這個是眾生的煩惱 這個是煩惱過 這個是煩惱的過失 本來有煩惱 他不會處理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眾生就是這樣可言 第一個 自己起了煩惱不知道 第二個 知道自己起煩惱 沒有能力降服自己的煩惱 就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來降服自己的煩惱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知道了力量不夠 沒有能力降服自己的煩惱 我用了方法 但是沒有能力降服 我們也經歷過這種階段 第一個 我們有問題 不知道怎麼解決 甚至我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第二個 知道問題在哪裡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解決 第三個 知道了 要用方法去解決 可是解決了解決不了 為什麼 力量不夠 通常 我們都會遇到這三個力量 即使要修行也一樣 即使你要修行也一樣 那怎麼辦 努力學習 不斷的學習 屢敗屢戰 雖然屢戰屢敗 但是你屢敗屢戰 那你看到別人失敗 你也不要在那邊 講風涼話 其實我們也常常 跟煩惱作戰也常常失敗 真的 我自己的修行經驗也是這樣 一直懺悔 與自懺悔 還是屢敗 屢敗又屢敗 那不能這樣一直下去 怎麼辦 想辦法 找方法 一方面 還要堅定自己的信心 為什麼 你不堅定你以後就算了 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這樣 我業障重 後來就自己放棄自己 真的 有時候會這樣 就自己放棄自己 我就沒辦法 我已經努力了 像你講的 天一亡我非戰之罪 哪裡是非戰之罪 你根本 你根本 就把自己放棄了 修行最大 自己放棄自己 所以要有 永不放棄的能力 要有這種堅持 所以才要發四弘試驗 煩惱無盡試驗段 眾生無邊試驗度 佛道無上試驗程 才要發這種 那種永不放棄 永遠堅持 那你要看到 修行這麼不容易 所以你看到人家修行失敗 看到人家不修行 有不足為情 可以當你的警惕 孔子講三人行必有我私 三個人在一起 不是兩個都比你好 不是兩個都是 可以作為你的典範的 不是 比你不好的 我們引你為賤 比你好的 我們作為學習的榜樣 擇其善者而從之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對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其理建設 這本來就是他們自己的事 那當然我們佛教 第一個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要修實正法 要護實正法 那我們更要努力 因為世間黑暗 所以我們更要把那個光明放大 如果世間很亮 那我們這一點點小光 有跟沒有一樣 如果世間不很黑暗 一點點小光就可以照亮 那麼光明要越大越好 不是我自己看得到而已 還要讓其他人都看得到 所以要務實正法 要修實正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來看 他說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這樣 你在電視上 在新聞上 聽人家講誰怎樣誰怎樣 有的真的有的假的 不管他真的假的 我要注意的是 我有沒有這樣 那麼我還可以怎麼樣做 幫助這些人 那麼還有很多人 都像這樣 你讀地上天 你的地上菩薩 講了幾百次 好不容易 把他從這個散熱道拉回來 沒有多久他又跑去 所以這個地上菩薩 他還不放棄耶 所以他大怨就是在這裡 我們一般不會 我們一般三次 點多七次 七次是一個極限 當然有很多人 很多人會超越這個極限 一般大部分講三次 講不聽我們就不講 我們就說找不到醫生 找不到要 你要補救 沒辦法就放棄他 可是菩薩是有不放棄的 這是第一個要永不放棄自己 因為不只是他們抵抗不了煩惱 對峙不了煩惱 我們大多數也是抵抗不了煩惱 對峙不了煩惱 真的啊 你好好想一個問題 我們也是這樣 我自己都很慚愧 有時候也是沒辦法 可是要一次又一次的 告訴自己 肯定自己 鼓勵自己 永不放棄 要想解脫 像光明 要這樣 你修行就是要這樣 要驚奇 樂觀 希望 充滿希望 要一直努力 奮鬥不懈 未成活到誤未見來 不要怕 不要怕困難 你要一下子就被打敗了 成功的人 都是不怕困難的人 都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人 不要遇到問題就退縮 不要這樣 就想躲到一個安全角落 躲到一個 躲到一個 不被拚禮的角落 我們要努力 面對煩惱 解決煩惱 而且不但自己能夠解決 還要幫助別人 所以假設我們遇到 這個社會常常會遇到 我就常常想 沒有半人 不用半人啊 真的啦 你要這個一屆 你要這個一屆 爆出來的是這樣 沒有爆出來的更多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修行的人 你也沒看見 你知道的是這樣 沒有看到的也更多 真的 那我們要好的方面想 世間本來就是五卓二十 你看那個散熱道眾生那麼多 你沒看到的更多 你看到的就已經很多了 散熱道眾生你看到的就已經很多了 看不到的更多 他們為什麼會躲散熱道 問題不是他們躲散熱道 問題是我會躲散熱道 問題是他們不是他們這樣 問題是我有沒有這樣 所以三人一起 必如我是 你要引以為見 他們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不會 以後的對決他們這樣 那看到好的 他們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們要怎麼努力才對像他們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遇到境界 我們就要怎麼升起正念這思維 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等一下爆出這個 等一下爆出那個 我們又很尷尬又很難過 又很無語 然後人家講得又對 我們又不能否認 但是我們又不知道怎麼解釋 其實不用解釋 本來就是煩惱 每一界都有 我說演藝界 宗教界 政治界 來自於司法界 來自於司法界 教育界 都有 這個是煩惱的問題 是煩惱的問題 我們往下看 所以真誠護法的信眾 就是說可以向生且提出意見 就是去反應 你可以到生團去反應 比如說 你看到哪一個警察怎樣怎樣 你可以看警察局反應 你可以向司法部反應 你看到這個老師怎樣怎樣 你可以跟江玉局反應 你可以跟這間學校反應 你可以去反應 反應是為了他們好 表示說他有這個問題 但是有時候反應也不一定 他會處理 處理的權者還是屬於生情 你也要追蹤 不然怎麼辦 佛陀師太 捨未成 捨未成有一個布施第一的 叫做西達多長者 幾孤獨長者 布施第一 這個是優伯射 還有一個布施第一的優伯尼 叫做畢舍穴 他是叫陸子母 這個是布施第一 這個是宇宙 布施第一的優伯尼 那布施第一的是須達多 須達多就是幾孤獨長者 捨未成多兩間很有名的 很有這幾孤獨長者 這個法定是幾孤獨 幾孤獨長者 這個是布施第一的優伯尼 這個是布施第一的優伯尼 這兩個人都這三國 這個 佛舍穴 捐了犬 捐了一間東元金色 陸子母金色 在捨未成的東邊 捐了一間東元金色 這個 捐了一個 齊穴金色 幾孤獨的齊穴金色 這個捐了一間東元金色 都在捨未成 這個在捨未成的東邊 這個在捨未成的赤中間 有一間我們來講這個 佛舍穴 你看陸子母 他是一個善元 就是佛舍穴 他有一天 你看他現在有錢 大家都知道 他就有錢 然後他有一天 要回捨未成的時候 經過那個城門 那個捨未成的所關的人 就算他很有錢 就改喀寧了 不要跟他收很多的稅 很多 因為他從其他的地方 帶一些物品 然後進那個捨未成 那個手關的人 你看他就要跟他收過來 而且收得很貴 一般的還貴好幾倍 明顯這個喀寧 這個拼舍穴 他平常跟這個波斯尼文很好 喬喬磨果的波斯尼文很好 這個 這個 他想說這個捨關的人 因為見到他有錢 就故意跟他說特別高的貫稅 這明顯是敲詐他 他心裡很不高興 但是時間又到了 他不進去又不行 只好趕快付錢給他 付了錢 他心裡變得很不高興 這要去跟什麼 因為沒辦法 人家這捨不然他不讓你進去 不然你東西不能帶進去 那怎麼辦 他從那個地方買很多東西 要送他的親戚朋友 又不能不帶 就沒辦法 就給了他 給了他之後 他就去跟波斯尼文告狀 說你們那個手 手成的怎樣怎樣 他跟他很好 怎樣怎樣 他就跟他告狀 結果那個時候 波斯尼文剛好很忙 也沒有心 見了他一下就 天然就完了 也沒有跟他放在心上 也沒有去處理 過了幾天 他心裡就很難過 就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的好朋友波斯尼文這樣 因為他的那個所光的人 這樣全都可以 他要講公平正義嘛 所以他就很生氣 沒有辦法 心裡面又很難過 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就去找釋迦蒙尼文 那釋迦蒙尼文 那釋迦蒙尼文 當然就跟他稍微講一下 說我們不要隨著進去 因為很多釋迦的事情 很多釋迦的事情 不是你能解決的 有時候我們一定要公平 一定要正義 可是世間廣廣 有時候不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 你就一直痛苦 一直因為別人的錯誤 別人的過失 而一直讓自己痛苦 這樣是用力的 所以這釋迦尼文他講 你不要我們面對進階 我們如果生起的煩惱 我們第一個是要調補的是我們的煩惱 有些境界不一定能夠 你想要處理就處理 釋迦蒙尼文那個晚年的時候 那個流利王 要帶軍隊去殺他的家人 破他的國家 他也要處理 他也不知道的話 他能怎麼辦 他也沒辦法 他也只能接受 他也不起簽證信 那有時候我們會 我們會遇見很多很無理的事情 他遇見很多很無奈的事情 那我們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先安定下來 不要隨著那種思緒 煩惱思緒 煩啊 憂啊 嫉妒啊 不安啊 一發現到這種情緒 你先讓這種情緒平衡下來 好好的觀察這些事情 前因後果 那應該怎麼辦 有時候很多事情 其實過了就過了 然後一點點損失還好 如果你不要 你又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 並且亂投入 你就越損失越多 越損失越多 那這個反而後來就得不禪失了 那所以 有時候 有時候 你看他這裡講 他假設我們可以真 比如說我們去跟這個試驗 然後去跟他反應了 那反應了 他要處理 他不處理 我們已經反應了 我們盡到我們的責任了 因為這種事情如果不講 他可能會形成一種迫害 然後不只他這個試驗會出問題 整個佛教都會出問題 可是我們也只能盡我們的責任去跟他們講 比如說我們知道來一個警察看路 那我們去跟他反應 他不一定會辦 可是我們反應了 反而我們可能一直受到傷害 那有一些人當然他會努力再向上反應 那麼也有這樣的 但是反應了 處不處理 那我們也沒辦法 那也只能這樣 那所以 第一個他這裡講的就是 那麼 要交由生潔去處理 那我們就不要介入 但是我們反應了 他交由他去處理 這個處理的折卷 全者屬於生潔 就是由他們團體去處理 這個叫生事生潔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如果他不處理 那麼我們再想辦法 那異卷 好 那麼 依佛制 就是依照佛陀的戒律 所制定的規矩 沒有逐出生團以前 逐出就是併出 併出 就是 有一點就是勒令還屬的 但是佛陀時代沒有勒令還屬這件事 就是併出 就是你不屬於生潔的會位 所以你自己還屬的 沒有強迫還屬 但是就是說 你自己還屬的 大家都不跟你共住 不跟你共運 因為你已經不屬於這個修行團體了 基本上 沒有逐出生團以前 犯了罪 佛法也不能隨便處理 這個這是佛陀時代 大家都最近佛陀了 所以央捷摩朗殺了很多人對不對 然後他去求個家 國王派了很多大兵 也不能抓他 也不能抓他 因為他已經進入了生團裡面了 但是這個前提是 這個國家 這個國王是幸福的 如果不幸福 他管你耶 你出家人再幫助 泰國也是這樣 泰國喔 泰國你出家人犯得比較重的罪 要先交由生團 生團 就是要強迫去掉他的家沙 把他的家沙脫掉 現在家沙脫掉之後 他已經不是生血了 那這個脫掉 他家沙這個決定 是屬於生團決定的 那麼脫掉了之後 然後再來依世間法來處理 泰國這樣的法令也是 跟佛陀時代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要佛教國家 或是有國王信佛 才有辦法 不然也沒辦法 像我們現在一樣 沒有這樣子 泰國是有 其他佛陀時代 印度也是這樣 所以後來就產生問題 產生問題就是說 現在有罪的人都跑到 欠錢的 有罪的都跑去出家就好了 然後他無奈了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 後來就產生這種問題 產生這種問題之後 是怎麼樣 開始要出家 要先檢責 你有沒有犯過罪 你有沒有欠人家錢 你是不是有公職在生 那這個都不能出家 這個叫遮難 遮難 所以出家不要嫌滾 如果有 那你是不能出家的 因為後來就是因為這樣產生的問題 你別犯了罪欠了錢 那到出了家都不用還錢 都不用服刑 都不用判罪 那這樣就很麻煩 所以後來就問題出來就開始 那麼開始有檢責 什麼樣的人不能出家 你不可以出家 為什麼 那你這個問題 你會違反 就是會讓生團 讓人家看不起 生團都是查這些 那就不要了 但是現在 以前在中國 出家是要經過政府認定的 好像有陣仗一樣的 現在當然不要 從清朝 好像是乾隆 還是哪一個皇帝之後 就廢掉了 出家不用考試 以前要考試的 南宗都女眾不一樣 南宗都背的比較多 其中一個就是金剛經 就是要背一些經 要怎麼樣怎麼樣 要考試 然後國家發給你 那你可以不用納稅 不用當兵 可以像這樣 那現在當然不是沒有 後來就廢掉了 那佛陀時代 因為國王 國王都信佛 所以尊重佛制的法律 生團叫做化外之明 不歸你國家管 那生團自己會管 但是出家人出了事情 那麼可以去反應 那麼生團就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處理完了 那麼如果比較重的 比較重的就撤銷 撤銷他的什麼 他的生計 就是撤銷他出家人的身份 就好像撤銷你中華民國的國籍一樣 類似像這樣 那你就不歸我們管 你要怎麼辦他 你怎麼辦他 類似像這樣 所以 國王只能一律來表決 不能以自己的意見來決定 他說犯了罪 國法也不能隨便處罰 遇到有爭執的 那這個是佛陀時代的 現在當然不是這樣 除了少數的像泰國這種 不過佛教佛教之外 基本上很少 否則只有造作毀入生血的重罪 或反而增加深重的爭執 彼此的構陣 那第一個 我們不斷地毀謗 說他怎樣怎樣 那你講的他 因為其他不信佛的 就會覺得佛教都是這樣 就會覺得佛教都是這樣 然後或是說這個怎樣 他都聽到不好的 他聽到不好的之後 他就以為佛教裡面都是不好的 其實就是龍舌混沌 凡勝交場 本來就這樣 你只是都是遇到不好的 但是有一些人都遇到好的 這個跟個人的姻緣也有關係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面對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有一些不好的出現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祝願這些人能夠變好 希望他能夠變好 希望他能夠掃造一些業 那我們增加我們對佛教的責任 希望我們更好 能夠感化這些人 能夠教化更多的人知道佛法 然後能夠學好 這是我們遇見不好的時候 應該發的人 因為我們的能力不夠 沒有辦法感化這些人 沒有辦法教育這些人 所以才讓很多人 因為無知而照顏 然後不知道怎麼累積功德 所以因為無力而照顏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努力 其實是這樣 還有凡是出的家人 就成為生且人員 生且是一個團體 你不要多生分別 年高或年少 男重或女重 國學或淺學 精進或犯醫 持戒或者犯戒 老鄉或者外景 老鄉或者外景 凡是生且的成年 都應該尊重功勁 於律不實 我們尊重的不是他個人 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就好像你看見警察 你尊重的是他警察那件衣服 並不是他這個人 他偷了警察衣服 他就不一定具有那種身分 他在執勤的時候 他是公務員 他就具有那種身分 他一旦沒有執勤公務員的時候 他就不是 一樣 你像法官 法官正在判刑的時候 正在執法的時候 你要尊重他 怎麼樣他回到家裡 他就不是法官 他就不一樣 你在庭上罵法官 他回家他太太罵他 他是罵他薪資 他不是罵法官 所以他是不一樣的 他沒有罪 這種東西就是尊重他那件衣服 春宵的也是一樣 我們尊重禮拜的是他那些衣服 我們從禮拜生前 恭敬生前中得福報 其實是怎樣 好 所以 因為生前猶如大海 有大龍也有魚香 有早胎也有珍寶 有的有用 有的沒有 有的比較有用 有的比較沒用 大海是不加減肥 一樣的寒冷 但是他只要進到這裡 他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結這個扇葉 種這個扇根 造這個扇葉 總是 比那個沒有的好 所以他說世間盡多是這種人 莫重慈戒的 莫重禪定的 莫重念誦的 莫重鮭語的 莫重藝學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個好處 每一個人有他偏重的地方 那 就此望生分別 說長說短 某憂某戀 擁護誰 反對誰 信眾猛 切莫心不平等 衡量生前 所以佛陀就講 你不要輕易的衡量 只有佛陀可以知道 誰才是真的是怎麼樣 你看那個央捷摩羅 殺了那麼多人 誰知道他以後震了阿羅漢 你看那個蓮花色比喩 在三個大城市做祭寧 那個賢到不行 墮落到不行 誰知道他以後也震了阿羅漢 那個提伯達多是個王子 保學多文 威夷康康 誰知道他以後墮了地獄 還不如那個蓮花色 還不如那個央捷摩羅 那個提伯達多出家的時候 他以後 持戒親戒 相貌莊嚴 能說善到 那個央捷摩羅 那個時候還在殺人 可是 後來提伯達多過了地獄 央捷摩羅正常阿羅漢 你看 那你怎麼能夠知道的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未來的因爲變化 過去 他過去的善跟福德 你也看不到 你不知道 所以 他說 不要衡量身前 這不是你能夠衡量的 身重的功德 不是一般所能認識的 你也不知道他過去生 修了多久 突然間一蹦 他就跳到你前面了 真的 所以例如一般的偏重老年 親世少年 他會以為老的才有休閒 年紀大的才有休閒 不一定 所以老師就講 不如生年上座 那生年上座 生年就是起年 起年上座 只是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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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年上座 只是脾春 髮白 脾春就是脾皺 頭髮白了 只是六根酸熟 想貪著 收用而不能 與佛法功德而留死 什麼關係 那一般來講 上座 有兩種 一個所謂巨獸 一個叫巨德 主要是這兩種 巨獸就是年紀大 身大大 巨獸 一個是巨德 就是德恨高 像捨立無目見的一種 那一般 出家人的 出家人的年紀 那本來 本來是以戒辣分 現在有分四種 一個出家人往生 他會分四種 一個是巨蠟 蠟就是年紀 巨蠟 蠟就是幾歲幾歲 所以他會講 巨蠟多少 比如說 他活了八十歲 巨蠟八十 就四千年的年紀 八十歲 那生蠟 還有生蠟 就是他出家的年紀 生蠟 出家的年紀 幾歲 比如說出家五十年 三十歲出家五十年 他三十歲出家了 八十歲 然後五十年 那還有戒辣 那生蠟跟戒辣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 你出家的時候 不一定是受戒的時候 那 浮土時代是 浮土時代是 滿二十歲以上 出家就受戒 二十歲以下 要等到二十歲的時候 比如說你十八歲出家 十八歲 十八歲不能做筆修 要二十歲才能做筆修 這要等兩年 那佛陀成佛 沒多久生蠟 開始很多出家人的時候 你進來之後 要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 才能受戒 這三年先做沙咪 不一定 後來像現在也不一樣 你來出家之後 像我就做兩年的沙咪 那有的做五年 不一定要看 有的做一年 有的根本沒有做 出家直接去受戒 每一個人不一樣 所以生蠟 生蠟 假設是說 他做了三年的沙咪 那戒蠟就是什麼 四十七 戒蠟就是受戒 受戒就是受比丘戒 比丘尼戒 這個戒是指巨族戒 不是沙咪戒 是巨族戒 巨族就是比丘比丘尼戒 巨族戒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 比丘比丘尼 真正的這個出家 那戒蠟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下浪 那本來這三個是一樣的 但是後來有一些變化 就有一點不一樣 下是什麼 結像 本來出家人 每一年都要結像 那你滿六十歲 你就是出家 出家就是受戒 這個是一樣的 後來有點不一樣 所以出家的年齡跟受戒 有點不太一樣 那受戒就一定要結像 要在生團裡面結像 那你出家一定在生團裡面 你就算朱阿蘭羅 有時候你也一樣去參加結像 但是現在就不一定了 就是你不一定有結像 所以有些結像看你結像 你這就是幾年 你說他下浪 下浪 三四 就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有這四種年紀 四浪 四浪就是四種年齡 你只要你出身分證上登記的 那個申辣 申辣是你出家多少年 這個介納是你的戒別上登記的 你什麼時候某某人 什麼時候法名 在哪裡授簽 這個是戒別上登記的 這個下浪是沒有的 這個就是你結下幾次 那不一樣 好 然後俱壽這個年齡這個壽 這個就是他 就是他基本上是指這個戒讓 或是一般是指戒讓 出家三十年 然後多少年以上 那麼就成為上座 要展覽 好 那他說這個生年上座 就情年上座了 就是什麼 某是年紀大的 那只是六根摔朽 跟佛法有什麼關係 所以一般會輕視年輕的 那我講幾個例子 佛陀剛成佛的時候 你知道佛陀幾歲出家 佛陀幾歲出家 幾歲 啊 二十九歲出家 一般來講 二十九歲出家 幾歲成佛 三十五歲成佛 三十五歲很年輕耶 當時的六十六外道 每一個都是年高得上 就是 德高望重 然後年紀很大 年紀的 年高 德上 就是年紀很大 而且 倍分很高 然後德望很重 然後 這個 釋迦佛三十九歲出家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歲出家 三十五歲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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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才六年 如果要算 要算那的話 生辣 生辣才六年 那跟那個 有沒有六十五外道 動不動就三十年 五十年 這樣 一休息才六年 又那麼年輕 也要修善 這孤年會修善 看不起啊 所以那個時候 你知道 釋迦佛成佛的時候 兩件事 第一個 他成佛 剛成佛不久 在佛不久 要去渡吳比丘 吳比丘 吳比丘在哪裡 在陸野院 他要從菩提蓋亞走到陸野院 走到半路的時候 遇見一個 沙門 叫做優陀 易玄優陀 易玄 易玄就是 其他的沙門集團 就是外道 易玄就是外道的意思 跟你學的不一樣 就是外道 這個優陀 看見他 釋迦牟尼果 我也很好 而且三四二相 釋迦牟尼果 相好莊嚴 相好莊嚴 我告訴你 最能夠色瘦的人 第一個就是相好 你外表看起來 哎呀 看起來就舒服 人家看起來莊嚴 就先色瘦了 第二個就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神通 就是擔當從外表 第二個神通很色瘦的 然後第一個就是 三十二相 再來就是像聲音啊 說法啊這些 然後 比較耐久的就是 慈悲跟智慧 就是色瘦比較深的 這個情形都比較淺 從外向上 第一眼定向 很多都喜歡 斯迦牟尼果是三十二相 他胃尼又很好 這個 這個印度人也是重症的 那這個 優陀 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修行人 他幾歲不知道 只講這個意學優陀 可能年紀也不大 他看見色瘦牟尼果這樣走 他就說 咦這個年輕人 不簡單 可能有功夫 所以他就趕快過去問他 說 請問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他只看見他很莊嚴 然後 威宜很好 氣象不凡 慶祝 慶祝悔感 他就跟他說 咦 請問 你 他說 請問 你 你的老師是誰 印度人都這樣問 你的老師是誰 他教你什麼 那你學到誰 一般有 史立佛 因為馬斯比丘也是這樣 史立佛也是因為馬斯比丘的威宜 對他色瘦的 你的老師是誰 他教你什麼 也是這樣問 這個幽頭就問我 你的師父是誰 釋迦牟利果成果有沒有師父 沒有啊 他有禪定的師父 他沒有成果的師父 他的師父沒有叫他成果 他解脫是他自己解脫的 所以他是跟這個幽頭講 他是自己解脫的 他什麼時候出家的 六年前出家 七年前六年前 人家因為印度 比如說宗教界 有誰在修行 哪裡怎麼修行 大家都知道 都沒有聽過這個名號 都沒看過你 因為他在苦邪名裡面 人家也不知道他 他在普及出家修行 人家也不知道 但是他是來出家的 大家知道 但是可能也沒有很有名 所以他想說 你出家才幾年 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 出家才幾年 又沒有師父 那你說你已經解脫成果 所以竟然捏的就是鬼才相信 但他沒有講 他講說是這樣 你看喔 也可能像你這樣講 華語 為什麼 華語只是因為 第一個他年輕 第二個 第二個 他說出家剛不緊 都沒聽過他的名號 那你說你有修行 那誰相信啊 所以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胖胖胖 心裡面先有疑問 疑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貢獻了 那你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美約 好走 類似像這樣 你看 還沒去度五比丘之前 他遇到佛 五比丘 那個時候 然後跟著釋迦牟尼佛 那個釋迦牟尼佛 還沒成果 還是西大公 太子而已 還是一個苦行 比捷偶尼 現在從普提宿下 我去見五比丘之前 遇到這個幽托 這個幽托 就是因為分別心太重 以為年輕的就被休閒 以為剛出家不久的就被休閒 就這樣錯失大好的機會 跑掉了一個善事室 下次要再遇到沒有 後來就沒聽過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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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看 因爲什麼 因爲 就是這裡講的 這裡講的這個分別 虛況分別 心很癢 你認為他年輕就沒休閒 你認為他剛出家不久就沒休閒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釋迦牟尼國後來去齊典軍社 齊典軍社的時候 去捨衛城 那度了烏比歐之後 度了三加社之後 就去捨衛城 那捨衛城開始 這個捨衛城的國王 捨衛城的國王 捨衛城是喬薩羅國 兩個大國 一個喬薩羅國的捨衛城 一個是摩羯陀國的王捨城 這個我們要跟大家分開 這兩個是主要的 王捨城是主理金社 國王是平伯捨羅 這個在摩羯陀國 那麼捨衛城 有時候叫捨衛國 就是捨衛城 捨衛城是一個大都市 就首都 他是喬薩羅國的首都 他的國王是波士尼 王后是莫令 波士尼聽說 據說有一個號稱自己成佛的年輕人 他出家幾年 他是那個國王的王子 他是那個 那個叫皮羅衛國的王子來出家的 才出家幾年 六年 才出家六年 人家那個修三四十年的都沒有說他已經成佛了 你這個修六年的 剛出家又沒有食物的時候你成佛了 老實講就是放到今天我們也不相信 真的 如果今天這樣我們也不相信 你要說那個聖兵法師 那個出家那麼久 你要懂那麼多的 然後正佛我們還相信 你要說隨便說 又不知道的說 這個正他的話 我們也不相信老實講 這是我們的習慣信思惟 好 那這個 這個 波士尼王也不相信 可是 他雖然不相信 但是他還是 他還是想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他就 有一天他就去這個 捨為神 他就去見了 那個時候不知道 齊兵明說見好了沒有 不知道 就去見這個四家五 就問他 我是不是有一些事 可以跟你問一下 他說可以 他說 你號稱 因為他號稱他成功 他就知道 他就不在床 他說 他說 神那邊有一個 他說 他成了佛了 很出正 怎樣怎樣 這個 這個 波士尼王就想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 聽說 你對外 我聽人家講 說 你號稱自己已經成佛了 我想問一下 這個真的是你自己說 你成我的 還是外邊的人 誤傳 因為他也不曉得 到底是人家 人家傳的 還是真的是他自己講的 他就問四家五 我這樣 四家五 我說 沒有錯 是我自己說 我已經成佛了 他們講的就是我說的 那波士尼王就 你看他這個也不曉得 先問 先問 人家這樣傳 這個傳的到底是不是事實 就是說 是真的這樣 還是人家互傳 這家五 我說這個是事實 我確實有對外說 我已經成就正的正前 好 那波士尼王 第一個問題 他的問題 那個時候 印度宗教界 中印度 北西 那個很多 印度有沒有試外套 那試外套 各個都是 都是年紀大 而且修行很久 地址很多 那個時候 釋迦牟尼堡 還沒什麼地址 釋迦牟尼堡 沒有幾個地址 那個時候 三加州 幾千人的地址 釋迦牟尼堡 那時候還沒有 他就想說 那個時候三加州 還沒有 還沒有貴尼釋迦牟尼 那時候還找 他想說 那他第一個問題是 六四外套 誰誰誰 一個一個舉出來 那些人 地址那麼多 民生那麼好 出家那麼久 他們都沒有說 他自己得不上正的政權 你說你自己得不上正的政權 而且你出家才幾年 你就說你已經得不上福利 這個怎麼 這個很難讓人家相信 這個佛斯利我直接就這樣講 真的是很難讓人家相信 佛陀就跟他講 我告訴你 有四件事是不可以欺負的 第一個龍子 這個王子 王子 他雖然小 可是他以後就好 你不可以 因為他年輕小就欺負他 第二個龍子 這個小龍 以後變大龍 新文物 這個也不能欺負他 第三個火 小火 小火一咬起來不容易 第四個年輕就不欺負 你不能欺負他 你不要以為他年輕 他就沒有功德 不是啊 功德不是隨著年紀增長 是以智慧來論的 所以他就跟他講 有四件事不可以欺負 第二件事阿裕王 阿裕王 阿裕王是大概佛 沒有一百多年出現的 爪人生亡 這是佛王 阿裕王很控制佛教 那時候佛已經滅了 所以他見那個佛的蛇利堂 在佛的出身處 佛的滅還處 莊法人處 然後都 成道處 都見蛇利堂 許女佛的這些四個地方 他只要看見出家人 他就禮拜 他有一次看見一個沙米 可是 他想說我是一個國王 大家都會跟他禮拜的 可是他因為他非常尊敬佛教 他只要看見出家人的禮拜 可是 拜這個小孩子 他又覺得 在大臣面前 他又很不好意思 不拜 他又覺得對不起佛教 所以他就跟那個小沙米說 你跟我來 跑到沒有人的地方 偷偷跟他禮拜 他被其他人看見他 我說你一個國王 那個大人 你拜一個小孩子 可是他又很尊敬佛教 他不禮拜 他又覺得撥離不去 要禮拜 又怕別人看見 又覺得好像 好像怕人家講他 所以他就把那個沙米 叫到那個沒有人看見的地方 然後就跟他禮拜 很貢心的跟他禮拜 安心的禮拜 禮拜完就跟他講 你不要跟別人講 不要跟國王也會禮拜 那這個沙米就知道 那個沙米是什麼 是有神通的 君體沙米七歲就正阿羅漢 君體沙米七歲就正阿羅漢 那個沙米是有神通的 已經正阿羅漢 他就知道國王的心態 禮拜完了之後 然後他就用神通變化 身上出水 因為他有十八變 神通的神變 十八神變 身上出水 身下出魔 然後就可以瞬間移動 哇 阿奕王在那邊 要下個攤子 就再講完就好 阿奕王在那邊看著目瞪口呆 看完了之後 他就下來 然後就湊到這個阿奕王的身分 你輕輕地跟他講 你不要跟別人講 你不要跟別人講 告訴他 沙米生小不可親 好 我們先下課